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 国际品牌相继退出俄国市场 不过仍有部分企业持续在俄罗斯营运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点名 微软、甲骨文、德国SAP公司 还没有停止俄罗斯业务 甲骨文对此回应表示 自家公司是第一波 终止俄罗斯市场营运的企业之一 为了减缓国际制裁冲击 俄罗斯积极寻求中国协助 并认为与中国之间的伙伴关系 仍可维持现有合作 甚至还可以增加 尤其是在西方市场关闭的环境之下 美国有官员表示 俄罗斯正在向中国要求军事武器支援 与提供额外的经济援助 与此同时 美国国安顾问苏利文 14号与中国外事工作委员会 办公室主任杨洁篪会面 苏利文先前曾在受访时表示 俄国入侵乌克兰前 中国早就知道普丁正在筹划一些事情 但是不知道全盘计划 加上普丁可能在某些部分说谎 他也透露 美方正在私下与北京当局直接沟通 强调如果支援俄罗斯 肯定会引发某些后果 不允许俄国在经济制裁下 从任何国家抓住生命线 中方强调乌克兰当前局势令人不安 北京希望看见事情和平解决 更表示从没听说过俄罗斯提出的要求 不知道是间接与俄方切割 回绝俄国请求 还是装傻不愿说明 中方立场令外界物理看花 环宇新闻 陈静 综合报导 请订阅 按赞 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即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请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